我今年七十岁 女儿四十来岁 至今未婚甚是着急 我们只要在一块 她就嫌弃我唠叨 有时候她回来几天 就耳朵有时汪汪 有时痛 腰疼脚痛 请问村长 我该如何是好 你现在该如何是好 你这七十岁的 都怎么过的 你活了这七十岁 一点不懂道理 你来到这个世界 就为了折磨别人来了吗 你女儿为什么一回来 就耳朵痛 汪汪想 为什么腰痛 我一般不讲的 一般都要让自己写作业的 自己做作业 但是你这个 我得给你讲一下 就在你 你一个劲的唠叨 她听不进去 她太烦了 她今年四十多岁 为什么嫁不出去 你知道吗 就因为你这个糟糕的妈 不懂道理的妈 害人的妈 你习惯了在她耳边唠叨 从小就数落她 唠叨她 指责她 批评她 她自卑 她不自爱 碰到爱情的时候 她根本不会 不会把握 她不知道该怎么样 跟男朋友相处 她害怕结婚 她害怕过上 跟你一样的生活 你的人生就是一个悲剧 你这七十年来 就是一场悲剧 你最糟糕的 还不是指责批评 你的女儿 最糟糕的是 你习惯于指责批评 孩子她爸 儿孙自有儿存福 是不是 你把自己过好 自己过得一塌糊涂 还想再让 再让你的女儿 跟你重复你的悲剧 不能这样 不能继续这样害人 行就跟你说这么多